10月12日 在布拉格举行的欧盟国家会议 未解决提案中天然气价格上限的地位 以接至飙升的能源价格 但将包括开始联合购买天然气的步骤 随着欧洲进入俄罗斯天然气稀缺的冬天 生活成本危机受到经济衰退威胁 拥有27个成国的欧盟正在策划下一步行动 以保护消费者免受飙升的账单的影响 欧盟能源专员西姆森表示 目前商不清楚各国是否有足够的支持 将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价格上限加到10月18日的伊兰子计划中 这是许多国家都在寻求的举措 以上一篇影片 我用右课T的提供 我从vor中有本来做的 我用右课诈的底组 我用右课T的击子 我用左课 numa带上蹲开 暂时从前流 接到外课 queen中有做的 如果我用左课T的击子 匀的背景 右课T的击子